昨天,女排联赛进行了两场排位赛和两场半决赛 结果福建女排3-0深圳,山东3-1广东,天津3-0辽宁,江苏3-1上海 福建女排气势如红,地面出色进攻果断 扑四老女排,深圳广东发挥欠佳 排位赛中,本赛季换帅后的福建女排真的气势如红 一传,防守,进攻都打得有声有色 在郑益星,林月星,庄宇山的带领下 福建女排打出了好几波小高潮 加上出色的小球,和不抛弃任何一个球的防守精神 现在的福建进可攻,退可守,进攻也很有速度 比赛气质也很顽强,颇有老女排的感觉 而深圳女排不知道什么原因,血藏了主攻张艺禅 新上场的史佩欣一传不稳,失误也多 而且深圳女排整体速度打不出来 输球也在情理之中 山东和广东的比赛中,山东表现正常 进攻一传防守篮网都有 但是广东女排陈佩妍缺席 整体打得比较乱 进攻就靠王亦凡和立尧 但是防守很差 篮王也是摸不到球 输球也很正常 辽宁发挥超预期 天津表现一般 江苏拼进足 上海攻守不下球 昨天,辽宁表现超出预期 一传接得很好 不像以前乱飞 而且在两名二传丁霞和孙海平的调度下 各种战术打出来了 打出了高水平 尤其是第三局换上孙海平后 他调动各个攻守多点开花 多次领先天津女排 可以说,他的水平一点不输丁霞 本场比赛天津表现一般 队员打低比较沉闷 但最后能赢下来 主要是硬实力还是强一些 但是刘彦涵一传不稳的毛病 还是被放大了 而瓦尔加斯虽然扣球凶猛 这场比赛也被照顾得很好 说明辽宁女排有了针对性的篮防 另一场半决赛 看似上海江苏打低激烈 其实水平不如天津辽宁这场比赛 就辽宁这场表现 上海江苏都打不过 首先,上海的实力被高估了 主要是高估了教练王志腾的能力 而上海的教练高估了二传徐晓婷的能力 不应该放走变宇倩 王志腾也高估了自己排兵不振的能力 江苏对教练蔡兵明显积高一筹 对上海针对性很强 比赛之前 只有外行看好上海能赢江苏 而且江苏女排的年轻队员很听 气势上就压住了默契沉沉的上海女排 吴孟杰、杨家、万紫月都打出了水平 反观上海女排 复工皆应牙伙 只有老将拉尔森表现出色 王志腾的几次换人也很是犹豫 用人更是不果断 老是相信老队员 不愿意相信年轻队员 白白送出了好局 另外 当外援政策确实打乱了上海的部署 江苏队是当外援政策最大的获利者 这一点江苏队还得感谢排协 但是即使双外援 就上海教练的水平 不一定能赢江苏 反过来 江苏要赢上海 会更艰难一些 当然 就上海这水平 双外援也无法与天津抗衡 恐怕赢一局都困难 但是 他不应该也不断 大家看这一句 我再加弃 如果我再加弃 好 我再加弃 再加弃 可以 你可以 操作 你 我再加弃